这一觉睡醒,床塌了 一百块钱买的七天不会泡汤了吧 怎么看一看啊,是这一块坏掉了 也没有用刀,也没有锋利的东西 它自然一下就破掉了 然后气一下就漏完了 说这东西得买点什么东西给它补一补呀 从这个帐篷里面出来了 咱们再看看帐篷有没有坏吧 这万一帐篷再坏的话 是完全没有办法坚持了 不过还行了,这个地方雨水比较少 下雨天下的也不积极 除了刮点风以外,没有其他的了 目前这帐篷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气垫的质量可能不过关吧 不过上面这一块蛮危险的 它没有一个树枝刚好落在我的帐篷上面 万一掉下来的话,砸到砸,砸到帐篷的话 这不一下就砸坏了 看样过两天得找个绳子 帮那个上面树枝给它弄下来啊 咱得好好保护一下帐篷 不保护帐篷再坏掉了 这不BBQ了 开着我的小三龙房车出发了 现在的话得到这个镇子上面啊 看一看有没有卖的 村里面,箱里面肯定是没有的 掏了掏口袋啊,空空如也 今天就去两元店 买个浇水,买个布 看看能不能用啊 很多人好奇啊,我这辆小三龙是怎么充电的 看到前面了吗 充电桩,慢充桩 那地方我就可以充电的 充电无忧,无需担心 快要关到底了 这边有两家两元店 两元连锁店 这边有车位 那咱们就开到这里买一买吧 那咱们整了个剪刀 那整了一个这种的胶粘 不知道行不行 然后又整了这种液体胶 又整了这种 这什么手工白胶 可水洗的乱七八糟的 反正两个胶水吧 武林还没看到有啊 玩了炉子啊 这没忍住 又整了四斤的大肘子 然后整了个什么 炖肉排骨调料 然后还有这个红烧调味料 哎呀这家伙 不知不觉又过年了 今天倒是过瘾了 出来了一趟 钱花的金光 就剩一毛多了 有钱就是吃喝 没钱就啃馒头 这日子过得也蛮潇洒的 说好当初要买面包车的 这家伙面包车都被吃完了 风红不是 咱们今年看明年吧 先剪一截 然后反贴在里面 好了 目前还说 表面一层是粘住了 这浇水怎么跟奶油一样 southern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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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这是浇水吗 手工白浇 只能这样试了 好 这里这一块 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不会粘屁股 等这个浇水慢慢的干 我估计一下午的话就差不多了 连心怎么样不好说 看样子应该还行 现在咱们开始做午饭吧 有洁癖的人 这锅洗的都麻溜 从来也不吃剩菜剩饭的 讲究的就是一个干净健康 今天帮四斤的大肘子放到锅里面来 我的天 看看 好多的血 这有血 它吃了它还补钙 咱们再整上两瓶进卖了 要吃就吃最豪华的 今天这小风关得厉害的 忽似忽似的 这家伙猛的不行了 看看咱们的贴幕 摆得厉害 说句实在的 我之前炖肉的时候从来不洗肉 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今天没办法给肉洗了 因为这猪也太骚了 就是吃到就是闻着就一股很骚的味道 开锅了 开锅了 看看 我的天了 这家伙炖的香 炖了一个多小时 咱们开吃 这家伙今天厉害了 大肘子一锅烧好了 筷子大了 我给你看看 我给你看看 我的天 这筷子是大了 咱们找上筷子 今天想喝点啤酒 但是肚子胖的不行 啤酒就不喝了 饮料也没了 这家伙整的 咱们看看今天 搞点啥喝 真点凉白开吧 昨天的茶叶也喝完了 咱们搞点水 来上一点 啤酒不能喝 越喝越胖 好不容易瘦下来一点 我搞一块尝尝 红烧 大肘子 这块厉害 尝尝啊 哇 太香了 QQ弹弹了 看这树 哈哈 别念还大 哇 吃口感 真的香啊 也冻烂乎了 比之前 炖的那个 什么 牛油火锅挺跳 冻出来 那个更香 更好吃 尤其是这汤汁啊 这个汤汁 这晚上冷却了之后 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都冻成了个快快 咱们用那个锅 对吧 要是煮点米饭 拌到碗里面 咋我绝了啊 太热了 哇 哇 哇 这块很长 过瘾 啊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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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